從一百人 七百人 一千兩百人 三千人 八千人 真的覺得不可思議 每一次唱歌的時候 我真的很珍惜 我回來了 很多人說阿琳的聲音是高亢 但是我覺得她的嗓音 在中高音區 是特別有磁性的 特別是中音區 所以她去嫁一個走心的東西 她真的會唱得 你繼續歌到掉音 這一首歌是要在陪伴姐妹們 失戀的時刻 在KTV會唱的那種大情歌 就是靈缺舞爛 就是還是要讓自己更好 才能夠遇到更好的人 那個建奏的部分 那個 你可以加自由Fear一些東西 其實我又想一下 你知道那個台灣的高山 就是啊 妳就是嗎 我就是啊 妳就是啊 那妳是愛啊 我原本沒有想到就是 在肩奏的部分可以加鼓調進去 而且今天又是母親節 我剛剛好跟我媽媽視訊 然後他們就唱歌給我聽 就是唱鼓調 我覺得本來流行跟鼓調 是一個很反差的美感 因為我之前也有翻唱過 一想到你啊 就是流行加鼓調 我想幫妳設計一個簡單的 合的 下邊幫妳合的一個 好 試試看 我沒有想到出來效果會這麼好 我覺得非常棒 我相當滿意 我引以為好 我還能夠 攪一攪好嗎 二 三 我覺得劉正老師很棒的是 他會把每一個歌手的 的特質 在全 就是在歌曲裡面 就會特別展示出來 這首歌 原唱當年呢 整個狀態是他的黃金年代 所以他在唱這首歌的時候 基本上是他的極限機能 一口氣拉完 非常的密集 在副歌的時候 基本上喘不過來氣 喘不過來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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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琳呢第一 她的年輕和她的機能 是符合這個狀態 第二點就是她的音色 非常的適合這首歌 這首歌 好長喔 好大的情 你真的要吸好大一口氣 我就感覺有點追是吧 嗯 而且氣很吃力是嗎 對 副歌的時候 那剛現在速度是多少 170是吧 170調到168 調到168 把它調下來 開始吧 來 這首歌真的是很難唱 因為在副歌的部分就是 沒有時間呼吸 然後感覺要八個肺才能唱這首歌 每次 點燃火在微微光芒 看到希望 看到夢想 看見天上的媽媽說話 你應該大聲說白白 就算我原來又想愛 這一段情緣身上 就像個愛中希望了吧 在這個年代沒有這種唱法了 沒有說人一口氣把一個副歌唱完 這首歌對阿玲來說 應該算是她有史以來 在唱歌的這個行業裡邊 遇到的喚氣最難的一首歌 來 帶領各位進入到喚醒時刻 讓我們有請 天生歌肌阿勒 愛過的這幾段 滋味唱過了就算 等不到話說完 晚餐結束就買單 好瘋狂壞時光 差別只是今生傷 對不上好磁場 寧願控制著閃窗 還有什麼值得遺憾 有的愛心在二十幾歲能連絕 還有什麼可以是她 我還會想起誰的事故突然哭一場 總會等到下一個人將我的寂寞推翻 其實我也明白想來過成大智商 都一樣我這一點傷感 但不是因為無期的碰撞 阿勇 沛碰 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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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個腕 回頭看 斬接過誰的溫暖 精彩的 都短暫 帶一點心有骨感 沒打算 要去忘 其實也不想勉強 看不見 好瘋狂 雲雲空著這扇窗 還有什麼 值得一看 還有什麼 可以試試看 我還會想起 誰的事都突然不異常 總會等到下一個人 將我的牽我推翻 即使我也明白 相愛過程 打起傷 都一樣 過程一點傷 難怪是因為 無期的空窗 我還會想起 誰的事都突然不異常 總會等到下一個人 將我的寂寞推翻 即使我也明白 相愛過程 打起傷 都已忘 不止一點傷 但不是因為無期的空窗 我還會想起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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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空窗 各位 四攝拍照更美 經理S10手機提醒大家 選擇通道 現在已經開啟 按鍵吧 選擇時間到 再次歡迎阿琳 謝謝 大家好 阿琳 你唱這首歌很獨特 主歌小調 對 然後副歌轉到別的調 然後來一段有一點世界音樂 世界音樂的味道 其實這首歌還蠻難唱的 很難啊 對 它的副歌很密 對 然後你要吸一口氣 然後就好像潛水 你一潛就要潛50公尺 人家阿琳唱歌給人感覺是一口氣 你唱歌給人感覺是剩一口氣 我就算剩一口氣 我還是要唱歌 各位剛才說都是技術 但是我是覺得這種歌的這種情緒 其實要把握得好也不容易 一個女人在空窗期 她有很害怕感情的那種狀態 但她又有期待的那種狀態 就既害怕又期待 既害怕又期待 那種矛盾你知道嗎 阿琳全部都唱出來了 所以好棒 很難啊 那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你眼中的她是什麼感覺 對我來說她的聲音就是 很都會但又空靈 都會又空靈 蔡琴老師會不會 我幫蔡琴寫過一首歌 叫點亮霓虹燈 好聽 可是蔡琴老師字底下 會笑成這樣嗎 她是很爽朗的人喔 對不起 我跟蔡琴老師非常地熟 字底下太好笑了 阿琳是很誠實的 問問她就說了 說出來是誰了 孫燕姿 是不是黃小虎 要講喔 嗯 講什麼啊 是不是欣小琪 喔 是不是蔡琴 喔 上一次差一點要講 這一次我知道不會聽 她都不會露餡兒的耶 好厲害喔 原唱者她會是誰呢 究竟她又能否走出來 跟阿琳完成這一輪的合作呢 各位 首先讓我們來期待一下 這一次的喚醒結果 結果 結果是 她還差二十 哇 三百八十一票 喚醒成功 一抹特亮 立憲水光自然 唐素顏霜 讓我們期待原唱出場 好 愛過的這幾段 自貴唱過了就算 等不到 等不到 話說完 晚餐結束就買單 好風光 壞時光 差別只是今生沙 對不上 好磁場 寧願空著這山川 還有什麼值得遺憾 如果愛情也在乱世間 隨那點覺的伴散 還有什麼 可以試探 我還會想起誰的時候 突然哭一場 總會等到下一個人 折磨的寂寞退伴 即使我也明白 想來過全打著傷 都一樣 或著一點傷 感恩是因為不切恐慌 轉個彎回頭看 斬接過誰的溫暖 精彩的都短暖 但有一天心不甘 沒打算要絕望 只是也不想演講 看不見好瘋狂 寧願空著這山霜 還有什麼值得遺憾 能否愛情也在乱世間 幾歲那年絕了半 還有什麼 可以試探 我還會想起誰的時候 突然哭一場 總會等到下一個人 將我的寂寞退伴 即使我也明白 想來過著那至少 都一樣過著一遍傷 可不是因為呼氣的瘋瘋 如果懶得到夜裡 你會想來 你會想來 值得遗憾 还有什么质疑是他 我还没相信谁的时候突然不理常 总会等到下一个人将我的寂寞追伴 其实我也明白相爱过程大智商 都已有过这一点伤感 不是因为无期的碰撞 我还没想起谁的时候突然不理常 总会等到下一个人将我的寂寞追伴 其实我也明白相爱过程大智商 都已有过这一点伤感 都是因为无期的狂撞 看两位的演唱真的好感动 掌声送给他们 再次欢迎我们的歌曲的原唱者 聊上天后新小琪 小琪姐 小琪姐 刚刚我们成功唤醒了这首歌曲的名字 叫做空窗 对 来自于小琪姐2007年的专辑 爱的回答 再次欢迎您来到我们金曲楼的现场 好 谢谢 我看到小琪 我感慨万千 因为你的歌差一点毁了一个姻缘 对 没错 当年我跟乃欣还在约会的时候 我有一天我就邀了乃欣去唱KTV 然后她就点了新小琪的味道 哎呀 这是我的歌 她说我专门唱给你听的 我就很感动 她就很用心地唱完 然后乃欣就问我说 唱得怎么样 我就看着她 我说 嗯 还不错 正好每一个音都慢半拍 后来我们结婚了 她才跟我说 在那一刻 我不需要有一个评审住在我家里 但后来还是嫁了 为什么后来嫁了知道吗 嗯 因为后来她开口了 还不如乃欣 这个歌当年把小琪姐的地位 在台湾呢 又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 在上一张是领悟嘛 那个时候我们特迷就觉得很好奇 下一张专期的新小琪 应该继续激动下去 却突然间空窗变成另外一种味道 你那时候有觉得这个反差很大吗 我的确觉得反差很大 因为我不太想再唱领悟那样类型的歌 因为我不想一直是那样子的一个 曲风下去 对 我觉得小琪的歌就是各样的女人 不同的年纪都可以感受的歌 你的歌就是充满你生命的记忆跟刻痕 那个是最宝贵的 谢谢 谢谢 我还在这里希望 那个你能答应我一会用精力S10 自射拍照更美 我们一起合张影可以吗 当然 我也有一台怎么那么巧啊 哎呦 最厉害的我还是代言 我的天哪 用自己的人生经历 变成一句一句动人的歌声 去抚慰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 让大家在听到音乐的时候 寻找到那种重新的坚强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小琪姐 也谢谢A-Lin 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 成功唤醒了这首歌曲 来 让我们送上金曲大碟 登陆QQ音乐 分享你最喜爱的金曲 一起打牢好音乐 谢谢 谢谢小琪姐 谢谢A-Lin 谢谢 在今天跟A-Lin合唱的时候我觉得 那个时候是自己在玩这首歌 很开心很开心 我其实今天算是我有史以来最紧张的一次 有那个粉丝要见偶像的心态 星小琪的歌声将爱情诠释的淋漓尽致 记录着每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 有悲伤 有欢乐 有盼望 她是我们心目当中的 永远的了尚上天后 再次感谢她来到金曲捞的舞台 我们下期见